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TKT channel 今天呢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不一样的一篇东西 因为在之前都跟大家分享一篇 一些好的文章 好的小说 好的电影 好的影集 但是呢 今天要分享一篇呢 基本上也不叫分享 今天让我好好来批判一下 就是批评跟做一些判断 一篇文章 这是最近在商周 由他们的一个共同创办人 何飞鹏先生写的一篇文章 当然这篇文章也许 我的看法的角度 跟他写文的这个 本来的想法不一样 但是呢 我只是觉得说 这篇文章看起来 他写的实在是有一点 跟我的 就是说让我看了之后 感觉其实蛮 蛮不舒服的 好 就先让我们来听听看 让我来念念看 这篇文章给大家 也算是分享 这篇题目的标题是说 用人应该取外表吗 他说 我的部署中有各种不同的主管 每一个主管的用人风格 领导方式都不太一样 就以用人与外表的关系 就有几种不同的特性 有一种主管 用人特别是外表取胜 在他的团队中 不乏俊男与美女 虽然不到非俊男美女 不用的地步 但有非常浓厚的 外表取胜的倾向 这个主管的名言是 能力是内在 内在不容易掌握 那就先掌握外表 有了外表 至少赏心悦目 工作愉快 这位主管的团队表现 虽不特别杰出 但也过得去 并不像传言中的俊男美女 多是重看不重用的草包 另一种主管用人 完全以能力取胜 他的团队绝少俊男美女 就连长相中等之姿的人 都不多 多数的人都长得特立独行 不过共同特色 是具有特殊的专长 每一个人都是一技在身 而团队表现也十分良好 每年的业绩目标 也都能够达到准确 而且完成 还有一种主管 他则用人叫中性 团队中也有俊男美女 但是也不乏其貌不扬的工作者 这位主管自称 外表重要也不重要 部署如果有好的外表 他乐于禁用 但如果没有好外表 他也不强求 只要能力好 就算外表不好 也一体适用 我的用人经验 原本完全不重视外表 甚至有时候 对外表出众的应征者 我还会严加考核 以避免被外貌所误导 因此早期我所带领的团队 较少俊男美女 一切以能力取胜 可是当我经营地链丰富之后 我对外貌有着比较持平客观的看法 外表毫无罪 不应该用有色的眼镜来看待 不应用特别严格的标准来检查 从此之后团队中俊男美女略为增加 但仍然维持社会中的平均标准 而主管在用人上对外表 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刻意用俊男美女 一切以外表取胜 这当然不足取 除非我们经营的是 特别重视外表的服务等 记得有一次我到纽约曼哈顿的 第五大道逛街 逛了几家店下来 最大的感受就是 所有的服务员都是俊男美女 身材高娇适中 而且穿着也都经营 经过刻意的打扮 不禁感态 一般人想当店员都不可得 除非外貌出众 而刻意回避外表 似乎也不足取 正确的态度是 外表和能力一样 都是每个人拥有的人格特质 外表出众 原本也就是一项明显的优点 在禁用时也应该优先考虑 如果两个人能力相当 当然应该优先禁用 那位外表较佳者 除非那位外表较佳者 明显在为人处事的态度上有缺憾 所以如果主管对外表 并无特殊的好恶 那么其团队所呈现的样貌 也应该与社会大众的平均值一样 那就是可能也会有俊男美女 也会有一般人 当然也会有一些貌不出众者 在我的团队中 我会刻意去平衡 以维持外貌良好者的数量 因为这些人是公司的门面 有助于公司的对外形象 好 我念完了他这篇文章 算是不太长的一篇文章 因为创办人何飞鹏 他在商业周刊 基本上他会定期发表一些 他对待人处事 接物的一些 他的一些看法 而这篇呢 看下来呢 其实第一个感觉是说 你这篇文章 有看等于没看 有写等于没写 有讲等于没讲 什么叫做外表 这个出众者应该取用一些 能力出众者也应该取钱一些 这个能力若是不出众 但是外表好的也要考虑一下 那外表好的 能力不出众也要考虑一下 那基本上讲的就是废话 一般来讲 在一个公司 作为一个领导者 当然外表是不是俊美 其实在我来看 其实这个俊美 其实要看你怎么解释 我的看法是说 俊美假如说是以一个人的相貌 来评断 所谓相貌评断 是以看相的方式来评断 是不是相貌堂堂 是不是相貌正直 是不是眼睛能够直视对方 是不是能够讲话很诚恳 这样的一种相貌 其实我觉得相对 假如说有些相貌是一些 微微碎碎 或者是看人不敢直视 或者说讲话不很中肯 或者讲话吞吞吐吐 或者是就是说在相貌上来讲 一种是属于正直之相 一种是相貌是属于萎缩之相 假如这两种相的差别上来选用的话 当然我们会比较倾向于 选择相貌比较唐正的人 而这种唐正跟他这一通篇而言 所谓俊美俊秀的这种外表来分 其实有很大的差别 毕竟我们在选用人的时候 除非他也提到过 他在美国第五大道 那些店里面逛的时候 看到的店员都是俊男美女 当然我假设说了 他是逛那些第五大道上的精品 精品服饰业 当然他的那个精品服饰业 他们去运用俊男美女来做店员 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要 让这个消费者能够感觉 他们穿上或是戴上这种 或是使用上这种高级的服饰用品的时候 能够跟那些俊男美女一样 有同样的那种外表感 也可以说是一种对门面的一种装饰 当然有这种可能 但是我觉得在美国来讲 其实用人当然他们可能有某些私信 但是我想应该也不会是他们选用这种店员的最高 我说是唯一标准 那在这篇文章里面 我觉得也是很奇怪 就是说他的用人下面的主管 竟然会有以外表为第一判断 选择的这种待人的这种老板 这也令人不可思议 然后另外又有一个老板 竟然会是完全不以外贸 而且以外贸的相反端 觉得外贸完全不重要 而以能力为完全重要的这种老板 也在他里面 一般来讲 一般人所谓外贸加以村以外贸来讲 应该也是所谓的高丝分布吧 当然是有长得非常俊美 当然有长大部分都是普通 而少部分长得非常拐瓜里早 那这也都是一个正常的分配 所以在一个公司组织中 这样的分配也是一个很均衡的一种分配 会有某些人的确 不论在什么职位上 他就是相貌堂堂 而有很多人他不论在什么职位上 他也是微微说说 我觉得这是一种大自然的一种均衡的分配 而他今天特意说 我在公司任用的时候 我要把这公司的这个员工 或者说下面的属下 都能够要用这种分配的比例来做挑选 这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 毕竟说在一个公司用人来讲 当然相貌堂正的人 毕竟你觉得跟他做事 是可以比较说 会跟你直到以行之 而比较相貌比较为所的人 当然我也不会说他一定能力不好 但是毕竟在相处的时候会有一种 毕竟不舒服的感觉 那在用人的时候 假如说同样的这样的两个人 通常大家通常会比较倾向于去选择一个相貌堂正的人 毕竟大家希望选择自己的部署是一个开诚布公 是一个共同一个team能够打拼的一个团队 那假如说是相貌为所 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他会有二成之心 或者说是有自己的小私心 而做事可能就没有办法像那么相貌堂正的人 他们会感觉做事比较光明磊落 当然相貌堂正跟俊美是两种不同的意义 但是身为一个等于是公司的领导阶级的时候 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讲 所谓看面相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看面相的层次上 跟这篇何飞鹏他所写的这篇文章 所谓的俊美来讲 我觉得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角度 那今天在一个公司来讲 公司的任用 假如说今天为了要达到所谓的美丑 跟这个俊秀 跟这种平衡 而说选择一些人来做一些门面 是必须的 我觉得这种想法跟这篇文章写法 实在都是令人感觉到非常奇怪 我只感觉到说 一个公司的用人 当然是能力跟唐正为第一优先考量 那在此之外 所谓对于这种外贸的取舍 我觉得也是应该是 不应该摆在他的重心之一 而况大家年纪都不小了 你所谓的美貌俊秀 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 可能其实每个人的角度都不一样 更何况说在一个公司里面 公司的性质不同 你是如何能够以这样的一种言论来说 这样是一个值得跟大家来宣扬的一个标准 那今天在商业周刊出现的这篇报道 我觉得今天拿出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我自己本身是觉得是无法认同 大家听听看 假如说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拿这篇文章来看一看 这是商业周刊 在五月份的一篇报道 好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